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讲第二 第二堂课 因为我这个课呀不是提前备课的 所以说在讲的过程中 可能有些语句上的不太通述 请大家谅解 就是说想到哪说到哪 我今天主要把这场 这堂课的这个大概体系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介绍这四少表格 因为在这八分钟以内 要讲很多东西确实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这四少表格或者说四个图吧 现在流行的思维党图方式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通过对这四个表的介绍 主要是理解这个课程的体系 基本其实你把这四个表掌握了 六要预测就已经实际研究掌握了 这四个表下来 大家把这个视频暂停了以后 都抄下来 都抄下来 我可能后续在微信里面会发出来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适应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它体现的主要就是一个五行的四种粒 五行的四种粒 五行的四种粒 这五行的四种粒怎么来体现这个东西呢 我给大家切换一下 这是视谣 视谣遇到刻它的 我们都理解 平时我们说的是观鬼谣 是吧 观鬼谣来刻它的时候 那我们认定它 它就是一种阻力 就是外界强加于 视谣的一种阻力 这是外界强加于视谣的一种阻力 所以说你把它刻的它 就是阻力 那当然 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取向的时候 它就有很多项 是吧 什么法律了 是不是 疾病了 等等等等 反正都是对它的操作就是阻力 那你把这个阻力理解了 就理解了 就是说刻就是阻力 就这样 那么僧是什么呢 僧 僧是什么 支持力 僧是一种支持力 我们就用红色的来表示 红色的 身是一种支持力 怎么支持呢 就说凡是对你有利的 或者你想得到有利的 想到有利的 是不是 你比如说政界了 对吧 我们常说的文凭了 这都是对你有利的 它可以给你带来荣耀 给你带来标签 给你带来愉悦感 就是深刻 那么还有一种 你刻的呢 你去刻的 和薅你的 薅陷你的 对不对 你去刻它 它来薅你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控制 掌控零 掌控零 这是一种掌控零 为什么说是掌控零呢 就是说你刻别人 刻是什么 刻是一种阻力 别人对你来说是一种阻力 那么你要去刻的东西 其实是什么 你是你想得到 这个很重要 想 想得到 就是你想得到 你刻什么 你刻财 你刻妻 你想得到老婆 你想得到钱 刻就是想得到 所以说 你想怎么才能得到了 就看你的掌控零 掌控零怎么样 这个我下来具体展开谈 还有这个 薅 薅是什么呢 薅就是说 你去生的 你去生的 它在薅陷着你 比如说 他们说子松零 是吧 子松零是你薅的 那你去生的 就是你薅的 所以所有这些 你能不能生它 全是看你的掌控零 所以我们把这个 刻号都变成了 一种掌控零 还有一个就是 笔节节财 和你相同的 六腰里面说 兄弟腰 四柱里面说 笔节节财 这个是什么 和你相同的 相同的是什么 是排斥 是一种排斥零 这是一种排斥零 为什么说排斥零 大家好好 自己下来理解一下 自己下来理解一下 所以这个是第一张表 就是我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下来看一下 第二张表 第二张表呢 主要就是一个 适应的一个 对应 也就是取向 我们看这个左下 左下这块 左下这块的 兄子财 官 父 它就是代表中 兄弟是增多性 子松是平常性 财是自私性 官是你的阴暗里面 父是你的公正性 那它后面就是代表 它的一些像 它是想法 这是从事要的行为上来说 我们为什么说六腰 它是一种行为学 它的行为 它就有想法 要付诸奢侈 要有目标 最后要有办法 最后才能达到目的 这是行为学的 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们如果把六腰的 这种行为 贯穿到行为学的 这里面去 那么它这个六腰 在预测的过程里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那我们再看上面这块 这块这个 适应这块 然后面对的 这个父兄子财这块 它就是从它的适应 这个心态和思想方面来说 它所体现的一些东西 大家自己下来看看 这个是从这个哲学的角度 哲学的更抽象一点 更抽象一点 但是你把这个能理解了 它对你断按 这个四处都有帮助 我们下来再看下一张表格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这就是试词什么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试词官好事多 子松药除外 就是说试药遇到子松药以后 试试官应试子松的时候 就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试词官鬼谣 面对的富财兄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为什么 所以说试词官好事多 为什么试词父得到了 得到什么了 得到计划 得到王平了 试词财 你发了 通过你的计谋 发了财了 或者说通过你的计谋 得到了欲望 试词兄 兄弟要是个和讨厌的东西 和静的东西 你透过你的有有有无的东西 把它给困住住了 局面 那么试词子松呢 子松是老耳无辜的东西 说了切斜的东西 哎 老耳无辜 哎 面对 这就说 你试药面对什么以后 他得到了一个什么的结果 就是从整个这个表上 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下来 看下一张表 这个表是体现的一个动辩 动辩 就是要从动摇变成什么摇 你比如说观鬼摇变成兄弟摇 他就是失去了理智 哎 你原来感觉到你还不错 你很 计谋很好 想法很周全 那你变成了兄弟摇什么 兄弟摇我们说是一种阻力 哎 你遇到最后你就失去阻力了 坏 所以 我定了八分钟时间 现在已经到了 我最后讲几句 就是说总结一下 大家下来把这张表自己每一个理解一下 结合前面的表 总结一下就是变 胸关 阻力重重 就是说变成兄弟摇和关鬼摇 都是阻力重重的 就是动摇变 变成变摇 这个是很好的 变成父母和柴摇 习气牙牙 变子松摇 劳尔无功 所以大家下来把这个好好理解一下 好好理解一下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